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像苏联这种情况发生可能就会不远 因此说在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 谈谈这个文化建党的问题 我认为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党是怎么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其实第二个含义是说 如果失去了某种文化 或者换了另一种文化 其实这个党也可以从有到无 从大到小从强到弱 甚至化为烟消云赛 因此可以说 这个文化这个问题 确实是党的灵魂问题 是值得讨论讨论 我这个人被很多人称为是维心主义者 什么叫维心主义 维心主义啊 它就是对文化问题 对精神的问题特别重视 才叫维心主义 因为关于建党这个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这个 就像模仿毛型的这种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也有人说是枪杆子里面出党 这是比较维吾主义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不是枪杆子里面出党 是党出枪杆子 就是党指挥枪的说法 其实就是比较 比较文化的说法 比较这个 因为枪杆子里面可以理解成某种物质性的 基础性的东西 而这个党可以理解成某种上层建筑性的东西 比较精神性的东西 因此党指挥枪 其实说的是 这个 精神要指挥物质 政治要指挥经济 上层建筑要指挥精力基础 就是党指挥枪的意思 枪指挥党 这个实际上是 是物质决定意识 是精力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枪指挥党 它这个对应来大概是这样 我今天这些说法里头 有些不经典不标准 这个把某些我们认为天经地义正确的东西 放在一起来 显得其中有些问题 有些说法可能还值得推敲 那么文化建党是更虚了 如果说党代表某种精神性的力量 那么党是什么 党是一群人 党是由这群人所构成的一个组织 那么这群人姓什么 这个就是文化问题 如果说我们这些改善完以后说的那个说法 说党员也是人 这是什么意思 说党员也是人的意思 就是党员也要吃饭 也要挣钱 也要发财 也要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 说这个人就带有人的决定 党员也是人 党员其实是说 过去的党员反过来说不是人 斯大林同时说过 这个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斯大林的意思本来就是钢铁的意思 所以因此说 对应于改开放之前 党员是钢铁 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改开放以后党员也是人 也是削弱之躯 也有物质利益 这个说法差异就非常大 在改开放之前的这个党 基本上是说 是有信仰 有灵魂 有追求的这个一个党 所以他就不是凡人 而他也吃也喝 但吃喝喝的 吃与喝的目的 他是为了解放全中国 为了建设共产主义 后来党员也是人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就是那理想 那些信念都是空的 吃喝拉撒碎 这是时代的 这就党员也是人的意思 其实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子 就是把过去的一个 一种有精神 有信仰的文化 就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文化 由于党的文化发生了 重大的转变 所以这个党其实 最后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1921年 是中国建党的日子 这个 最近刚刚有一部大片 叫建党伟业 建党伟业这部片子 有人说这个 最好别放给大学生看 放给大学生看之后 这个打一声都去建党 除了这还得了 那反过来讲 那今天的大学生 他干嘛去了呢 他不去建党 他可能是去 还发财支付去了 他们那批当年 像毛泽东 周恩来 张国焘 这批想建党的青年 吃不吃饭 他也是吃饭 这个 参不参一 恐怕也是参一 但他们一门心思想的是说 说以区区五十多人 十三个党代表 要改造整个中国一世界 这个 你如果 旁观者看了 这群人整个一群疯子 后来是这群疯子 把这个中国真的改变了 这个疯子啊 傻子这种说法 我们也听多了 别说是建党 是像疯子 就是陶新智先生 当年想 想办学 想这个提高 国人的 这个 这个 教育 提高国人的 国家意识 提高国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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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强意识 也被人认为是傻子 那什么是傻子 就是在 就是在这个 唯利是图的人看来 凡是那些 这个 挣钱是为了别的什么的那些人 都是属于傻子 或者是疯子 那更准确地定义下 就是有文化的 都是傻子或者疯子 这个没有文化的 是实实在的 这个逻辑是这么下去的 那么后来是说 是像毛尔西这帮傻子疯子 有文化的人 它逐渐 这个 这个 建起了一个 影响越来越大的党 把这个党 韩和固执世界发生互动 这个 是不是成立了新中国 毛尔西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我是启发我 对 对这个 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 做重新解读的一句 关键的话 但是我还很年轻 我看到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 它是说 那个思想上 政治上的路线 正确与否 是决定一切的 这句话对我当时的作用 是像电机一般 因为我此前接受的理念 是叫物质决定历史 经济技术决定上层建设 后来说这个思想上 政治上的正确与否 是决定一切的 那就是说是 政治决定经济 是吧 精神没准要决定物质 是吧 是一个上层建筑 可能要决定经济基础 是这个意思 毛尔西大家有一点补充 大概意思说就是 路线正确了 方向对头了 没有人可以有人 没有枪可以有枪 这个路线方向错误了 有人可以丢人 有枪可以丢枪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后来一想 这个人和枪是什么 那都是物质基础 他现在说的是 这个精神力量要是正确了 方向路线要是对头了 那物质可以跟得来 这个要是错了 物质可以跟得丢 那么到底是谁决定谁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 一个中达的 让我很深入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后来形成的一个基本表述是说 精神来自物质 受物质制约 但主导物质 这个上层建筑 来自经济基础 受经济基础制约 但是主导经济基础 这个政治思想 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 它来自 来自物质世界 受物质世界的制约 但是还主导物质世界 我这个就形成了 这么一系列的表述 甚至包括说 党来自群众 受群众制约 但主导群众 这整个一系列表述都会出来了 那么这系列表述 特别接近所谓叫 文化建党的这个逻辑 文化是什么 文化实际上是 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 没有文化 我们都追求各自的利益 实际上是组织不起来 是分散 我记得国际歌里头 有一段著名的表述是说 我们要 我们要这个 都会有我们的劳动过失 我们要 赶走 我们要把那些 吃尽了人间血肉的 毒蛇猛兽 给删进 那些毒蛇猛兽是干什么的 那些毒蛇猛兽 怎么才能够把它驱赶进 实际上你缺乏文化力量 作为单个的个体 单个的无产者 你驱赶不了他 你总受他的统治 总受他的剥削 总是你的劳动成果 是会 是会贡献到那个 毒蛇猛兽的那个盘子里 这个共产党宣言讲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靠啥联合起来 单是因为我们是无产者 我们就联合起来吗 我看单是无产者 也不容易联合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缺乏精神力量 就联合不起来 你得无产者拥有 解放全人类的思想 才能联合起来 我这个以前读书的时候 以为是啊 无产者天然是可以联合起来 但后来昨天感受到 不然 那个 无产者 如果真的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作为工人 或者作为一个贫农 他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去改造这个世界 推翻这个世界 推翻这个旧的秩序 他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是怎样吃饱穿暖 而怎样吃饱穿暖 穿暖这个问题 与其说联合起来 这个改造世界 最后吃饱穿暖 还不如现在就到 某个资本家那里去打工 马上就有可能吧 吃饱穿暖 虽然可能是 正因为你这么一喜啊 这个正好让资本家过去压迫 但这个解决途径来的短得多 你要去推翻整个资产阶级 然后再吃饱穿暖 这个途径非常长远 是一个非常遥远 你按照这个经纪人的说法的话 无产者干嘛要联合起来 去推翻资产阶级 那个风险太大了 成本太高了 还不如直接 该干啥干啥 所以如果追求自身的直接利益的话 无产者是联合不起来的 我在这里可以放心地说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列宁当年在俄国从事 这个革命运动的时候 他去组织工人的时候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他希望工人作为无产阶级 团结起来 联合起来 但工人说团结起来干啥 列宁说团结起来 我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制度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工人们的意思是说 那个事儿太漫长 太复杂 这事儿不是咱们干的 我们能干的是什么 是联合起来罢工 涨工资 改善工作条件 是缩短工时 这个是比较实实在的 就是说让资本家可持续剥削 而我们工人接受资本家的 可持续统治 这个比较实实在的 说推翻资产阶级 这个提上去特别不靠谱 所以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特别不靠谱 列宁在后公人的这样一个 反复的增论当中 慢慢才认识到提出来一个概念 说无产阶级意识 那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实现共产主义的意识 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 而不是工人自发意识的惨物 而这就出来问题 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 其实不是无产阶级 自身产生的 是像马克思像列宁 这些人从外部灌输进去 启发进去 实际上工人阶级的觉悟天然不见得高 这个地方列宁跟马克思之间有非常重大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天然是大公无私的 最有组织性纪律性的 但是列宁里面不是 其实工人阶级也受统治阶级的影响 也是比较短 使得也是比较自立的 也是比较物质化 而要出来一批真的大公无私 最有组织性纪律性 有现身精神的 能够为无产阶级整体街坊 现身的这么一批人 这批人 必须是 必须是这个 这个有远大的理想 必须是 这个这个 摆脱工人主义的这种 狭隘的眼光的束缚才有可能 那么好 这么一种先锋队 去启发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就成为一种经济基础 先锋队就成为主导力量 或者阶级基础 这个先锋阶级就成为一种主导力量 所以实际上这个 无论俄国革命的成功 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 其实都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种 强大的先锋队思想 一种先进的 无产阶级的 觉悟和理论 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个 无论是波尔维克党 还是中国共产党 有这么一个党 才有可能去启发 公认的阶级觉悟 才有可能去领导人民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从小到大 才能完成一个 文化建党的过程 所以我跟很多人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实际上 毛主席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什么出枪杆子呢 是党出枪杆子 问题是什么出党呢 是文化出党 文化建党 这逻辑是这么贯通 才行 但是我讲到这个地方的话 很多人就不高兴了 说这也不是违心主义吗 这个 可能我承认心是比较重要 当然我承认心 而来自物质 是一个受物质制约 但是它主导物质 我只是在最后一点上 和很多的 这个 在我看来是教条主义的 马次主义 是拉开了距离 这个 我甚至因为这个辩论当中 变极了 我都说我 我不是个马次主义纪 因为我强调精神力量的 主导作用 非常强大 这个 我承认它时时刻刻受物质制约 也来源于物质 当然是呢 它毕竟起的主导作用 这个 那么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 就是文化实际上非常重要 对于一个组织来讲 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组织的灵魂 有灵魂 你就 随便有了躯体了 没有灵魂 躯体可能就散掉了 这个也比较符合我们 我后来这个讲宗医思想 宗医讲一个人呢 我们通俗说 人就是一口气 气没了 命就没了 人会一口气 当然 其实还有一个更精致的表述是说 人呢 它其实是一个精气神 神散了 气也就跟着散了 气散了 精也就跟着散了 人就完蛋了 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炯炯有神的时候 他经历比较聪明 什么时候这个人 目光是神 神散掉的时候 他可能身体就开始垮下去了 所以我是把组织和身体做一个类比 如果说文化建党的话 那其实你甚至可以说 精气神去引领 这个 你的身体 可能会是做这种类比 第二呢 就是什么文化建党 那么蒋介石的文化也建国民党 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建党 他也不是不建党 这文化建党的含义 它既可以适合于中国共产党 也可以适合于国民党 也可以适合各种各样的政党 其实都是带有文化特点的 但凡是组织大概都有一定的文化 那么无非是区别到什么地方 就是它的目标是什么 它的理念是什么 这些目标和理念 是不是能够具有影响力 渗透力 这个是不是真有人去身体力行 这才是要害 而如果说 说的是文化建党 是吧 这个 那蒋介石也说文化建党 那他为什么今后被共产党打来了呢 因为蒋介石这个文化建党 实际上是玩的是虚晃一枪 他是要国民党党员有文化 但他自己是缺文化 也就是说要让国民党党员精神团结 但他自己在玩那套斗心斗角的东西 这样最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 十分激烈严重 狭系和杂派军 杂派军和杂派军 狭系和狭系之间都相互猜忌 相互排挤 相互请压 最后一支庞大的军队 一个统治辽阔地区的这么一个大的政党 被一个小政党 被一支小军队给打败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国民党不是没有文化 其实国民党它有标榜一些文化 但是文化这个东西 你如果不身体力行 它就可能是假的 你会发现实际上 假设中国国民党 它的领袖是孙中山 真的是大公无私的 没准共产党后来都不见得 一定要独立建党 没准还可以继续跟国共合作 那也就不会发生四一二大屠杀 而中国的历史可能整个就变了 但是孙中山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是蒋介石这样一个不争气的东西 当了国民党的领导 所以国民党后来就成光明党 祸明党 央明党 是吧 这样才被共产党打败了 国民党这种特点 也就是说国民党这个特点 是 这个 从头就具备 其实是 其实在孙中山时期 国民党这个内部的精神力量 文化力量 也是相对弱 相对患散 牺牲精神也不够 因为国民党有一群这个 一群地主啊 一群老板啊 地主老板的孩子们啊 官僚资产阶级的孩子们 这帮人组成国民党 那这个国民党自动组成法的话 就是谈不上牺牲精神 或牺牲精神相对较弱啊 因此这种情况下 组织就比较涣散 就没有凝聚力 后来就容易散掉 而共产党呢 是一些 真的是一些相对比较贫寒的一些 这个 这个出生比较 比如像 像毛泽西啊 或者像彭德怀啊 像朱德啊 这些人啊 这个出生相对比较贫寒 所以要救这个国家 要这个 为穷人服务的思想是更真诚 更强烈 更具有牺牲精神 因此说 这个 共产党后来越战越勇 我看 本质上是因为 共产党是个穷人党 而国民党 它其实是个富人党 富人党比较物质主人 这个穷人党啊 它就比较精神力量 就比较强大 穷人 穷人跟富人拼什么 拼钱拼不过富人 拼钱拼不过富人 穷人跟富人要拼 只能拼精神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穷人党 要成长 它只能成为一个精神党 只能是精神力量强大的党 所以说这个 这个文化建党这件事情 确实有一个什么文化的问题 以及是否身体力心的问题 在共产党内部呢 其实文化建党 也有一个什么文化建党的问题 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共产党早期啊 其实是 经的挫折很多 C12大屠杀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折 C12大屠杀之前 还有一次重大的挫折 是1923年的 二七大化工队镇压 是共产党的一次重大的挫折 那么 C12大屠杀以后 又有了这个五次反为教的失败 又是一次重大的挫折 你就会发现 单单 这个有一种 这个 这个共产主义的文化 单单是马斯列宁主义的教导 可能也仍然不足以 去战胜强大的对手 这就有文化精致不精致的问题 符合不符合实际的问题 我这个精致啊 跟有人用的精致概念不一样啊 有人认为比如说 在 在这个 明烟湖上 去刻一部 红楼梦 这个叫精致 我认为这个不叫精致 我的精致的意思啊 其实指的是 什么样的文化 既具有强大了精神的凝聚力 又具有实时求是解决问题的清醒感 这个 是叫精致 所以我 我实在体会 其实这个 马斯主义和列宁主义 其实是 相对 这个比较粗糙 这个 他们本身 就有粗糙的成分 再加上我们 王明博古 这些人 理解马克思主义 理解列宁主义 他更粗糙 两层粗糙 叠加在一起 就会使得 我们的目标 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非常遥远 遥远到什么地步呢 毛泽西曾经批评 这个 这个我们党内的一些教条 说 猪撞了南墙 还知道回头 然后我们党内就有一些人 他撞了南墙 不知道回头 这话不单是在1958年的时候批评审委书记吴智浦的那个话 实际上也是在紧张上时候就批评教条主义的话 毛泽西反复的强调一些东西说 饭是要一口口吃的 路是要一步步走的 可是有人听不懂 有人就觉得 我们可以一审宿审 首先胜利啊 可以城市中心武装暴动啊 他完全不顾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力量对比 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 这话也没有错 但是道义力量要转化成现实力量 必须要有个过程 这是最让人困惑的理由 完全的物质主义者说 什么道义力量那都是胡扯 所以还是有乃便是娘 这个特别文物主义 另一个极端是说 有了道义力量就可以解决一切 完全不顾现实条件 你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是挺不容易的 我们现在中央党像写的 这个孝训啊 是叫实事求是 我觉得这个啊 只说了问题的一半 因为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吗 是的 但是他也是最不实事求是的 你说解放全人类 改造这个全人类的目标 还要比这个更不实事求是的吗 在井冈山时期 七八六人池来挑枪的时候 你说星星之后可以留言 有比这个更不实事求是的吗 更不切合实际的吗 没有啊 我们党是最不切合实际 和最切合实际的一个结合 单强调其中一面 其实就会走 走走走向后来的 唯利是土 就会走向后来的 庸俗的物质主义 享乐主义 所以其实 这个党校的孝训啊 本来是应该写两条 一就是要 有碰碳主义的理想 二才是实事求是 单实事求是 那小偷偷东西 他绝对需要实事求是的 那他不实事求是 他被人动了手啊 他偷不到东西的 实事求是是 任何人想做任何事情 他必须遵守的一个游戏规则 那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共产党 就只讲实事求是的话 那人家批评你说 你这个那个 说你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那他你真就说不出来了 蒋介石难道不想实事求是吗 非常希望实事求是 就方向不一样 你都要实事求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寻找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既是可以有远大的理想 又是可以脚踏实地的 既是可以不切实际的 又是最切实际的 这是一件难事 这件难事后来的表述是说 这个毛泽东同志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和中国革命的时期结合起来了 就找到了这么一条 中国革命之路了 把两者就结合起来了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我的说法可能更有一点过分 我是觉得我们毛泽东同志 其实是谦虚了一点 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可能做的 是如果说马克思要回到 回到1933年的井冈山来跟毛泽东辩论的话 我估计没准是谁当老师 说不清楚的 没准毛泽东要当老师 马克思没得当学生了 毛泽东辩论的创造性是很强大的 我们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150多年来 其实真的是有一种教条化倾向 所有的子宗排位都不能动 马克思不能动 尔克斯不能动 李宁斯大林不能动 所有人都不能动 都不能动的话 所以洋气的概念就没有意思了 这谁都是对的 其实为什么有马克思恩跟斯大林 变定还有毛泽东 就是都有修正 都有发展 都有洋气 都有否定 这个否定是否定 而不是全盘否定 是有继承有否定 这个毛泽东是比较谦虚啊 他说我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 相结合 也就是毛泽东做的是一道应用题 原理是马克思这个弄好的 我只是用这个原理来解了中国革命这道题而已 所以就没有创造性 但是我看真的不是做了一个应用题 其实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层面上的 有许多重大的突破 最重要的突破 其实就是在思想文化组织这个领域的突破 因为马克思其实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比较强 他这个想象的就是只要是无产者一定就能联合起来 一定就能团结起来 这种色彩是无政府主义色彩太强了 真联合起来 团结起来 一定要有组织 组织一定要有思想 思想一定要真诚 一定要符合实际 这么一套逻辑下来 实际上毛泽东思乎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层面做了重要突破或重大突破 但毛泽东比较谦虚 就是我们一贯是中国风格 你说的都对 但我说的只是你的应用 但这里头有留下漏洞 所以有些人说 那你看马克思这么说的 你毛泽东不这么说 所以你违背马克思主义 你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毛泽东就哑了 至少是我们今天出现一批教条马克思主义者 就经常是这么说话 你看马克思这么这么这么说的 说过没有 说过的 是真说过的 问题马克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年轻人 他也缺乏实践经历 缺乏斗争经历 他如果给他以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经历 他的理论可能要重写 不能把马克思看成是这个 是是是是 自在永在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不是又成神了吗 马克思实际上既不是自在的 也不是永在的 马克思是 他是 从现实生活当中来的 他也要受现实斗争的 这个修正或者批评的 他如果在的话 马克思肯定是个精神 我相信是这样的 但是后人把马克思这个这个教条化 偶像化 以为这样是尊重马克思 恰恰是害了马克思 所以我是第二个含义是说 用什么文化建党还非常重要 但这个意义上说 这个毛泽东同志所创造的这个 这个思想理论 包括他自己身体力量所践性的这个文化 那他才是 才是解决 不单是解决中国问题 甚至乃至解决世界问题的 一个 波尔法门 我这话说的有很多老同志听上去觉得不太爽 不二法 这不是佛教里面怎么又出来了 怎么整个一封自修呢 是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这场伟大的革命 成功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 对他成功的解释是不够成功的 那是留下很多漏洞 留下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 因此说 这个后来为什么这个党容易变修变治呢 其实就是他这个这个这个解释体系上是有问题的 我后来体会过 就是1946年中国共产党进程以后 那么马上就面临一个执政问题 面临一个建设问题 面临一个大学怎么办 教育方程怎么定的问题 课程怎么设置 教材怎么选的问题 是选来选去的 那当然我们我们选选的是马克思的主作 列宁的主作 是一个包括斯大林的主作 这毛泽东的主作啊 就似乎显得是不像教科书 因为它时间性非常强 民口经质非常强 那马克思的主作似乎是放之四而皆准 结果马克思的主作当中的这种过强的物质主义的东西 最后就被利用成为 成为对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质疑 因为你会发现 1946年以后的新增的中国 因为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精神力量存在 所以人民群众干净冲天 但是你要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这个逻辑的话 你们这这么一个穷的国家 你干净冲天 这你就不对啊 毛泽东西强调精神变物质 物质变精神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著作 他会强调物质决定精神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双方理解上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最后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会认为 毛泽东西在搞空想 农业的 封建的社会主义 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上 得出来这么一个结论 那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 还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不封建的 不空想的 不农业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那他们说 那只能补资本主义的课 这就是后来 整个补课论的来由 补课论的来由相当一部分是 因为马克思主义当中的物质主义的成分太强 基础量论的色彩太强 生产力决定论的东西太强 而这个东西 实际上既不能理解 中国革命的成功 也不能指导 新中国建设的成就 因此我说 用什么文化建党的问题 还是个重大问题 今天显得特别突出 第三 就是 这个什么文化 还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 在中南海 这个这个隐蔽上 写的两句话 那个那个外墙上写的两句话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就是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的思想基础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这两句话当中 毛主席是这个 这个有一次跟他的 他的这个侄子 毛远欣大概 专门做过一个解释 可能在 这个解释很多人都知道 就为什么不说 直到我们思想的理论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什么你要讲 直到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个就是有一个 一个奥妙 也就是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是直接知道我们思想的理论 只是我知道我们思想理论的 理论基础 知道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但这两个字中间的这个界限怎么分 这个界限 这个我觉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头 表述上是有很多这个 不倾诉的地方 那比如说 阶级多增维刚这件事情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这个人们的反思 就是我们主流的反思 大概是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 以阶级多增维刚 犯了重大的错误 但是阶级多增维刚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从两种角度做理解 一个从物质角度做理解 一个从精神角度做理解 物质角度做理解 以阶级多增维刚 就是重化阶级成分 把新富起来的那批 当这个新阶级打倒 把这个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群体 当官僚资产阶级打倒 这是一种阶级多增维刚的事物 阶级多增维刚的事物 还有一种理解 其实是抓革命出生产 实际上是 以精神鼓励为主 以物质激励为辅 或者为辞 这个也叫抓革命出生产 如果是这个抓革命出生产的话 这种解释就比较精神性 比如像陈永贵 像这个王静喜 这些人是什么 这些人比如在大灾内部 抓那个阶级层层划分吗 他不抓阶级层层划分 他是有陈永贵这样一些人 他因为一心未功 一心未集体 这个不怕苦不怕累 吃苦在前想中在后 他是精神激励为主 物质激励为次 或者物质激励 激进于平均主义大国范 结果把大灾介绍得很好 因此抓这样一种思想革命 他确实是可以促进生产 不懂得这一点 其实无法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 包括中国前三十年 为什么在工业和技术上 会有飞跃的进步 不飞猛进的进步 就是因为我们广大的干部 技术人员 工人农民 里头有相当大数量的人 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 强大的热情 这种热情 是一种精神动力 这种精神动力 过去打败了国民党 后来了又建设了 独立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 所以说 这个招育民出生产 可以从物质角度去理解 也可以从精神角度去理解 这个毛鲜的这个思想当中 这两层论也多少都有 但是我看的话 这个当他说农业要学大灾 工业要学大庆的时候 其实说的是 就是要更重视精神作用 更重视精神作用 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期 还有一个说法 是血统论 血统论是谁的思想 说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是吧 这个思想 这个血统论实际上是物质主义的东西 围成分论 其实就是物质决定论 你什么样的出生 就决定你什么样的思想 是不是物质决定论 这个毛鲜的思想 不是个物质决定论 它不是个成分决定论 物质决定论 放到政治成分划分上 就是成分决定论 毛鲜的思想实际上是说 有成分论 不为成分论 重在个人表现 这个实际上说明是 就相当于我前面的三句话 这个精神来自物质 设物质制约 但主导物质 它这个逻辑是 严丝合缝的对应 就毛鲜是这么一种 重在个人表现 重在你的思想 重在活的思想的 这么一种 这个 精神物质的这个关系 因此毛鲜这个思想是 你真要去贯彻它 去执行它 它是天衣无缝 你还真找不出它毛病 有人把这个理解成 血统论 理解成成分论 理解成物质决定论 那确实是一些人的错误 最后把所有这些错误 都强调到毛鲜头上 他老人家 这个地下有知的话 我估计也会 也会很不安 不是我的东西 那些我的错误 你说我 那我也愿意承担的 不是我的错误 你凭什么呀 是吧 这个事情 是有问题的 但是 毛鲜说的这三句话 有成分论 不为成分论 重在个人表现 这个三句话 操作难度比较大 因为个人表现 怎么掌握 成分论 这个比较清楚 他是地主 他老弟是地主 他是地主的孩子 因此应该怎么对待 这个非常简单 这很好操作 这些政策基线很容易掌握 你当说有成分论 不为成分论 重在个人表现 这个掌握起来太难了 因此下面的干部执行的时候 他就容易盗窃 就搞为成分论 那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 好 不管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 有什么样的错误 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 就是要让全体人民 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都关心国家大事 你只要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祖国建设 你就不太可能太自私 不太可能太唯一是徒 但是改革以后呢 就来了一个大专辰 就是说 国家大事 不是老百姓关心的 你也甭关心的 老百姓要是关心国家大事 就会乱了 好 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 就会变成无政治主义 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 就会变成是 是个乱批乱舵乱咎 他出来这套逻辑 这套逻辑一旦出来之后 说老百姓 你就是怎么样吃饱 穿暖 这个小康 国家大事 我们就帮人管 你真不关心国家大事 情况下 他一定会是说 把精神力量 就可以自然的丧失掉 然后 他不光是老百姓 精神力量丧失掉 那这个 他拥有了 关心国家大事的 特权的那些人 他是不是真关心国家大事 而那个干部 他说我们来关心 他最后会发现 这干部其实也不关心 他们可能很多人 更关心的是 怎么样这个 利用手中的特权 官商勾结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样这个党 就从一个 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就转会 转化为一个 为人民币服务的文化 一旦转到这 文化建党的问题 就变成是文化败党的问题 就是什么文化 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可以建党 抢党 可是为人民币服务的文化 可以弱党 小党 甚至还可以无党 哪天可能就 就党没准就 就可能会被人推翻了 消失了 当然这个 我这个话说的 比较严重啊 我们这个党里头 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 力量 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人 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因素 我看这些都是有的 这个 我有一个大体的比喻 我是说 我们今天这个党啊 它有点像一棵大龙树 注意去过那个 广西广东那一带 看过大龙树吗 大龙树的特点啊 龙树跟所有别的树都不一样 所有别的树啊 树根就是一个树根 其他的 长上去的 全都是树枝 树干 树叶 龙树不一样 龙树这个 一个树干上去了 但从树枝上 又掉下来一些树树 这些树树 遭到地上 又变成树根 然后后来那些侧 从树上掉下来 那些树树 那个长出来的侧根 它反而可以支撑那棵榕树 毛鲜啊 实际上是在我看来 从文化建党的角度 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这棵大龙树的主干 当这个主干这个不幸 还有一个身体寿命的原因 不在 主干不在 主干不在了之后 就当时又有人说 这个共产党要完蛋 要过来 这个要垮台啊 等等等等 就在1979年的时候 这个就有人这么提 这个 邓小平开理论物俱会 针对着就是这个风法 解散共产党 这棵大龙树干脆卡掉 算了 有人是这么想的 毛鲜去世了之后啊 这个 这棵大龙树是出现了重大变化 侧枝 这个树枝上掉下来一些树根 再扎到地上 变成侧枝 这个过程 其实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共产主义的信仰理想 变成一些干部的自觉行动 他们和人民群众结合 掉到地上 变成侧枝 无论是 是这个 无论是王金席啊 什么交易录啊 还是陈永贵啊 你相当于是毛泽东思想 感化下 影响下 出来的一些 精神力量 然后他们和人民群众结合 最后在全国各地 有各种各样的狗干啊 劳动模范啊 优秀党员啊 包括优秀干部啊 这群人 就相当于无数 这个 处须 掉到地上 栽在地上 跟人民群众结合 然后去 托弃这棵大龙树 毛也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呢 就开始有人 妖魔化毛主席 妖魔化毛主席之后啊 就使得 这棵大龙树的侧枝 就变得不再坚强 本来相信 为人民服务一定是好的 后来有人说 那你也得为自己服务一点啊 他就开始慢慢动摇 然后那个侧枝也开始会有一些腐烂 有些根需就会软化 然后这个大龙树就越来越支撑不住 毛与世为什么要这个 要攻击毛主席啊 把毛主席这个主干 彻底妖魔化 实际上是把这个大龙树 掉到地上的那些 所有的撤枝的精神动力 统统砍光 砍光之后大龙树就轰然倒弹 这个 这个他们这个 推翻这个 这个党和政权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然后他们就可以作为带路党 把美国引进来 来 来 来在这个我们这棵大龙树 砍倒的基础上 他们再来放火烧荒 然后来统治中国 更运中国 他们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们一些人也有一些 左派带路党 左派带路党的特点啊 他看到了这棵大龙树 逐渐这个变成腐烂化 逐渐变成薄血压迫的东西 但是这个左派带路党 他看不到我们党成长过程当中的 文化力量精神力量 以为这个党就是靠利益起来 现在既然你不站在工人农民的一边了 你这个利益不再不再是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了 OK那你就该倒 他真想的很简单 他不知道其实这个党 看上去是个利益现象 其实它是个文化现象 当然这个 我的态度是比较清楚 我是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党 这个国家都是危机深重 但是怎么解决这个危机 是推倒重来吗 我的看法是说 与其说推倒重来 还不如说能不能这个党 恢复自身的这个健康因素 把毛泽东思想重新高高举起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重新注入到这个党的机体当中 让这棵大榕树所有 扎到地上那些侧枝 重新变得坚强有力 这个大榕树能够长大长高 其实为无数人在这棵榕树下 筑巢 建窝 安家 安居乐业 它是提供遮风党雨的东西 我们不希望它真倒下来 而我们很痛心它可能要倒下来 那么幸好就是 就出来了一个文化现象 就是薄熙来 它其实是文化建党 在今天这个社会 所还仍然有可行性的一个标志 因为它到重庆去 干什么 是带着精神力量去 带着为人民服务思想去重庆 它要带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去重庆 为什么不跟重庆的房地产商勾结 为什么不跟重庆的黑社会勾结 要知道勾结 对于薄熙来个人而言 是成本最低的 风险最小的 收益最大的一件事情 腰不动绑不赚 其实人家那个换一任书记 就换一个收钱的 人家就准备 无数钱 准备好了 把钱送给你 你只要就是 你拿你的钱 我们拿我们的钱 我们各都齐手 各分其力 我们都不愚弱百姓 这不挺好的吗 结果薄熙来不干 不想共同愚弱百姓 非要唱红打黑 靠什么 是务市决定的吗 我看不是什么物质决定的 物名说是理想决定的 是精神决定的 是文化决定的 有人说 这个今天中国腐败到这地步 就该出这么一些人 那他要不出呢 那么全都有三十多个省市呢 为什么只出了一个呢 而我如果说 反腐唱联 唱红打黑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话 为什么这个群众基础 只呼唤出来一个薄熙来呢 为什么不呼唤出 就是千百个薄熙来呢 说明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不能小看 像毛主席或薄熙来这种人的力量 我这个话说的可能有点过 我只是在逻辑一致的意义上去指出来 说薄熙来和毛主席 他们的精神和逻辑成在一致之处 就是说伟大的程度 那当然薄熙来同志 大概 现在要跟毛主席比 大概还是不是一个素量级 但是精神是一致的 精神是一致的 追求我看是相通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 这个幸亏 有2008年09年重庆的操纹大黑 给这个90多年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庆祝 献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 没有这份厚礼 我们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话题 文化建党还咋说 物欲横流的文化 它只能坏党 它不可能建党 这个我们我们这个社会 经常走极端 这个可能有时候 确实会走到一个只强调精神 不不注意物质的极端上去 而因为这个极端 所以刚才就走到那个只强调物质 不强调 不这个不提倡精神的这个 另一个极端上去 这个肚在我看来都其实是比较偏差 比较凑 我们终于每个人坐在这里 其实都是有物质和精神的 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物质 赤和拉萨碎是我们的物质 我们一刻停止呼吸 大脑就一刻停止思考 精神就一刻就失去它的依附对象 可是我们活着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都在支配我们身体 我吃什么 是不是说我吃什么 比如我吃的是韭菜 我脑袋里一定想的是韭菜 我吃的是大葱 脑袋里一定想大葱 其实吃进去不管什么 是树皮草根还是山珍海味 我脑袋里该想什么想什么 其实不受我那个胃的约素 当然得有东西吃 这是个约素 那帮烈士牺牲的时候 那干脆就不受身体约素 刀架到脖子上 投降是物质主义的 不投降是精神力量的 所以有一个右派叫李泽厚 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活命哲学 他说先得吃饭穿衣 然后才能从事文艺啊 什么什么上层建筑 说那你看 比如说刀架到脖子上的时候 你吃饭生存都成问题了 你还坚持共产主义信仰 你是不是违背物质主义吗 但是你要到这个地步 你就会发现 物质主义这个东西 实际上确实是大问题 它跟维物主义之间有交叉 还真是不太容易分清楚 我们今天很多人唯利是图 给自己带的那个辩护词 全都说咱这是唯物主义 你那精神理想那是空想 你那是维心主义 我后来多次体会过 比如说这个张力赢这样的人 他强调说产权清晰 我看这个组战非常唯物主义 就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 他说你把这个国有企业给了他了 他肯定好好工作 他是为自己工作的 经济基础一定上针电子 他肯定好好工作 你看这产权清晰是唯物主义的 我说这个国有企业的老总 他拿了这个国家的工资之后 别的就应该就不管了 就应该爱国主义为动力 去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去高耀这个国有企业 张明英说你这是维心主义啊 我一听也是啊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帮提倡市场经济 提倡制度迷信 提倡产权清晰的这帮人 是用物质主义 唯物主义的逻辑 在进行改革的设计 但凡说毛起这样的说 要有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是要有一点觉悟的 人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人说那为人民服务呢 为人民服务呢 你的身体怎么办呢 那你是不是就是维心主义吗 那这个逻辑就这么上来了 高尚权因此就显得比我更加维物主义 我这个就显得有一点维心主义 所以今天借这个话题呢 讲了文化建党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在讨论一个哲学命题 就物质和精神这对关系 怎么认识 经历基础和上层建筑 怎么认识 这个 这些大的问题要是不解决 实际上在我看来 即使是一个左派 他的脑袋也会被锈住 这个他也会缺乏战斗力 他也可能会是说 一旦有机会 这个从事某种 处于某种领导岗位的时候 他会变质 会变秀 我先说到这里 谢谢 阶级斗争这件事情啊 实际上在我看来 他确实天天在发生那件事情 他确实是 不是一个阶级斗 这个不是 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 就是资产阶级斗 无产阶级 他确实真的是天天在发生的 问题要还是说 资产阶级斗 无产阶级 它是以日常的 戏物戏无声的 点点滴滴的 以合同的方式 以平等自由的讨价 含量的方式 资产阶级斗 还以制度化的 以程序的方式进行斗斗 因此他就显得比较文明 为什么呢 他就是说 这个工资的讨价还价 老板说是这个 反正是我这 一个月就一千 工人说这一千太少了 我觉得得两千 老板说这就行 那你另请高明 你另谋高就 我不逗你啊 你走啊 你滚啊 我们双方自由选择讨价还价 其结果是说 他再问一个老板 这个老板说我九百 再问一个说我九百五十 最后发现 还那一千的给的多 最后又怪歪了 就接受那一千的 这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是遵守 遵循那个程序正义的 它是自由平等的 因此 赞基纪斗 吴赞基纪写的特文明 那吴赞基纪 他为什么会弱呢 这个作为个体的无产者 他就是弱 如果反复他们想要去斗 那个资产基纪 那没有别的办法 他只好联合起来 这个联合起来 他说你暴力 他说你不文明 你罢工 也不行示威 这套东西 你就破坏生产秩序 就破坏社会秩序 等等 他这套就来了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充满着日常的暴力 然后吴赞基纪要联合起来 形式集中暴力的时候 他说你搞暴力斗命 你搞阶级斗命 这个就是 它是一个困境 那怎么打破这个困境呢 还真就得说 说我们真有一批 有一批按毛型的说法 得又红又钻的人 他掌握资源 比如这个资源可能是权力 也可能是支持 也可能 甚至没说还可能掌握资本 这都有可能 比如像恩格斯这样 恩格斯当年 他是一个仿制工厂的老板 他本来应该是巩固资本制度 赚更多的钱 然后去盖别墅 什么去盖更多的工厂 这不就是资本家 是资本的人格化 恩格斯你应该做资本的人格化 你应该去干这些事 当恩格斯把赚的那钱 然后是资助马克思 去写资本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 恩格斯逐渐就变成某种 反资本主义的资本家 而不是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 这才出现人类的希望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真正最后的这个 最深层次的阶级斗争 它会是灵魂生出爆发革命 你假设都是谋自立的话 不是灵魂生出爆发革命 我们都各增各的权利的话 作为无产者 肯定增不过资产者 你有这个法律也罢 没这个法律也罢 因为讨价还价这件事情 市场交易这件事情 不是说后来有了工业革命 有了资本主义之后才有的 其实在古代社会 就有市场经济 就有讨价还价 而这个讨价还价 它就是弱弱强势的一个 一个关键环境 虽然当你无产者作为个体 你肯定是弱的 你肯定斗不够人家的 这是我认为 要害就在于 就是这个要去 我们要去同时理解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 另一个口号 就叫斗死皮球 唯有这个才能让 无产这一战争前的 继续革命 真正能够继续下去 实际情况是说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这个起来 造反的 造反派的这个朋友们 他们实际上 也有这样那样的私心 内部相互攻击 不团结 这个也不成熟 所以这样才后来是 当然是有敌人太强大了 但是你自己 确实有问题 你也得检讨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当中 造反派 这个不是说 这个不该检讨的 站在他们自身的角度 就该检讨 而我们有一些人以为 经历过造反 就天然有发言权 天然是正确的 我看这个也不对 阿罗斯的心理之下 回归苏外的希望 这个很小 古今顶多是说 国家主义 这个 你要说回归社会主义 我估计难度太大了 因为社会主义 他确实需要一群不同寻常的先锋队 武军这个周围我估计没有这样一个先锋队 他也没有想去打造这么一个先锋队 因此说 想要在这个俄罗斯目前大资本寡头 已经瓜分这个俄罗斯各行各业资源的情况下 再想要去搞 搞社会主义 这个很困难 实际上包括中国今天要搞 真的这个社会主义 公有制的 计划经济为主导的 那个社会主义 我估计也非常困难 我们如果今天欢呼薄熙来 欢呼重庆博士 顶多实际上是说 搞一个相对不那么坏的资本主义 我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太好听 或者说 这个实际上是可视于剥削 今天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个你要说完全消灭剥削 完全实现到毛主席那样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状态 那需要一场新的重大的暴力革命 大概就是这样 但对于老百姓来讲怎么样呢 老百姓是愿意说我们先不说别的吧 先把黑恶势力除一除 他也已经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改进了 这个就叫改良主义 所以我刚才这个讲的思想 是比较接近改良主义的思想 改良主义失败了 革命思想才会用尽 改良主义不失败 革命思想实际上会是少数人的个人想象 凡是理想 信念 道德这一类东西 在藏位看来都是属于新的范围 就是都是维新主义的范围 只有说看着电波都熬的那个物质利益 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 才是成为它工作洞里的 然后这个问题增益就更大了 这个传统文化本来啊 它就是有很多问题 这个但问题是两个层面 如果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 我刚刚看了我们一位国家领导的这个一个讲话 通篇是讲马克思主义 但是 但是你一个真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那个革命则 你会觉得今天这个社会还能用马克思主义来标榜吗 还能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的旗帜上呢 非常奇怪 也就是说 今天中央党校啊 人民大学啊 这个社科院 有一批俗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词 但是 他们很可能是在拜拜马克思主义的名声 也就是说 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 其实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 马克思著作当中就有七次出现过这么一个说法 说我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因为这个有一批年轻人 读了马克思的这个资本论啊 读了他的政治精确批判呢 读了这一书之后 那些青年人都变成 这个唯生产力论子 历史的机械的阶段论子 这个机械唯物主义者 都变成这样了 他来问马克思说 我这样去按照 机械的唯物主义 生产力决定唯物的唯物主义 去理解你这个马克思主义 对不对 马克思一听就气晕了 说那你要是马克思主义 那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他就没办法 所以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误读误解 也有误体会误执行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后面有人 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误读读误执行 误体会 我们就去 用这个去否定马克思主义 这个我是不赞成的 马克思主义有缺陷 那个缺陷我们另当别论 但是不是他的缺陷 你不能强加给他 我们对历史人物得有一个历史的态度 不能说因为后来有人赖用马克思主义 或者盗用马克思主义 我们就去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 中国文化也有这个问题 就有人赖用盗用勿用 有人用中国文化当作敲门钻去升官发财 这本身它其实不是中国文化该承担的责任 它都归结为中国文化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对吧 我们一直希望说 把婴儿和洗澡水分开 洗澡水当然要倒掉 那在婴儿你还得留下来 真的在婴儿也认出去了就不好办 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在世界上流传很广 是个150多年 60多年的一个大运动 这个里头充斥着这个投机分子 无耻之徒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自己 你能因此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吗 我看是不应该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是到诸子百家 都可能有类似的现象 作为这个学说的创始人 往往还是比较真诚的 还是比较有理想主义的 还是比较有可取之处的 而不是全可取的 但后来一群名利之徒围上去了 反正儒教成为国教了 那干脆就是俗读四处五经 就能够升官发财了 那这个肯定读啊 没得书啊 就真的能够去体会理解 当年这个孔夫子 或者说这个寻子孟子的精神吗 那理解不了 来不想理解 从来就没什么想法 你不能因为后来他被滥用 被误用 或者被官方利用 你就因此去否定那个学说本身 这样才能够把婴儿给救出来 这个我是主张这种态度 就是我们既要保护马克思主义 他的历史地位 尽管我对他有意见 但是我认为要尊重保护他的历史地位 不能一锅道料 同样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也不能一锅道料 这个毛泽说过嘛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这份历史遗产我们需要总结 我们这个批孔是一回事 但是把孔夫子思想当中的合理成分和非合理成分给他清理开来 这个也很重要 那为什么毛泽要说这句话 是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我们还是头脑稍微复杂一点比较好 这个别太僵化了 关于这个方面 我其实也没有这样 这个按照这位网友的提问 准确的这个表述过 或者思考过 我的想法 其实就是重新高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是更具有可操作性的 因为共产队理想今天争议相对比较大 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其实真的是没有争议的 而且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这个阻止 都是接近的 那这个佛教讲的苦度众生 这岂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 这个耶稣基督教那个讲的那套东西 其实也是要人为人民服务 这个伊斯兰教也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把世界这个文明做一个比较的话 其实所谓的文明全是说要人为人民服务 而野蛮是什么 野蛮是为自己服务 因此我是说我们今天工业社会 人家叫工业文明 我其实更愿意把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定义为工业野蛮 因为它这么多的宣扬 为自身利益服 世界上所有这个这个各大地区的长期以来的思想文化 一般都是希望人为人民服务 公开倡导为自己服务的文化 只有亚当斯密以来的 世上经济内学说 是公开倡导为自己服务 所以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 这个是很清楚的 为人民服务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大主流 为自己服务 那是个小主流 但是你站在这个亚当斯密的这个立场上 它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封建思想 咋是封建思想 因为我们现代社会要是民主 民主就是自己为自己服务 不要别人来为自己服务 你要为别人服务 或者要别人为自己服务 这都是封建余裂 他们是这么说的 而现代的这个思想都是 通通是只为自己服务的 维权 你看 所以我也承认 维权有它的作用 当然当当官的 不为人民服务的时候 我当民的只好维权 只能办 但是更好的社会是什么 更好的社会 首先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其次人民是相互服务的 这个多好 这个是最好的这个社会 而且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情啊 它是 它真的是这个 跟亚当斯密逻辑完全相反 亚当斯密说 为自己服务吧 受个灵酒最大化了 因为我们说为人民服务啊 但你说为人民服务吧 它自身有了幸福欢乐的自豪了 其实你也是跟自身的一样 这个它恰恰是做得通 说得通 亚当斯密这个恰恰说不通做不通 看 对亚当斯密这个表达的东西啊 它就是无非是 小孩子那个种 我要我要我要的那种情绪 真正这个大智慧的 它恰恰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今天这个干部里头 有一些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但是他逻辑上说不过人家 人家说民主啊 人家说你为人民服务是封建啊 他一下就哑巴了 其实不是封建的问题 这个为人民服务是人类生活的必须 你为人民服务或者为钱服务 那是动物世界 你得这么去思考 哎 你就理直气壮了 哎呦 那个主持人很体贴啊 他一定要为我服务一把 他让我自我推敲一把 那也行吧 就是 那就是 我写了几本书吧 一共四本 其实最后一本是最适合于入门的 叫中国反思 因为它是个演讲集 所以相对来讲最适合于入门 那个 第一本也比较适合于入门 叫那个 就是碰撞 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 这个 其中的第二本相对是这个 呃 有一定难度 就是 三米尔森经济学批判 副标题就是竞争经济学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主要是跟跟私密理论在进行较量 呃 但是它操作性不强 而它只是破 相对表达利的思想 就是相对表达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更可以操作性的 是那个整体管理的本书 啊 所以这样就是 这个四本书可以 帮大家去参考 这个 至于说 为什么 我现在是最近 啊 这个很多演讲当中 我是这个 推荐自己这四本书 推荐的比较多 啊 我一个标准的说法 就是这样 这四本书不见得对啊 不见得对 但是一定是最具有挑战性 对于 对于习以为常的诸多观念 基本是一个不留啊 这个 一个不少的去去去去挑战 知道吗 不见得对啊 我认为说不见得对 但是 至少对你做思维体操 让你头脑开动起来 变得聪明起来 肯定有价值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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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